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慧姐说电影 今天跟大家分享2014年日本爱情片《花销道中》 一屋所有的路上不会有花开绽放 这是女主角赵物一生的写照 在江湖末期的集园 女主和她的游女姐妹们因为火灾有了出门看世界的机会 她们搬进新的机馆山田屋 盛装的异计被封闭在栅栏的一边 静静等待客人点名 女主赵物是这里的花魁 传说她的身体能够开花 无数文人骚客慕名而来 与之共度凉宵 待客是一回事 内心又是另一回事 赵物告诫姐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不要相信男人 一天中午女主和姐妹巴金去集市采购 无意间被匆忙的行人撞倒 像这种异计一般没有人会在乎 但事情也有特殊的时候 人群中出现一个男人 她把女主暴离了人群 还耐心的帮她找回木鸡并清洗伤口 因为这双木鸡两人结缘 鞋上的花纹是男人染的 一刻温存朝思暮想 这次女主身上没有开花 心里却开了 自此任何男人在女主心中都犹如枯失 隔天清早女主返回集市 寻找那天掉落的发簪 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一如既往的细心 她赞美发簪的惊喜 暗示有内涵的人才会佩戴 两人相约三天之后 男人修好发簪后 乌归远主 赵物心里偷乐 发簪的好坏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回到祭馆 赵物谈起了三位线 曲子忧伤 凄凉 这份相思是否能够有结果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 寄管的一个客人刺痛了女主 她本来约定好 给姐妹八斤熟身 如今却已亲别恋 女主低头沉思 不知所措 男人的话不可信 她想起了凄惨的童年 母亲也是异计 十月怀胎之后就被父亲抛弃 好姐妹因为自己伤了心 内心纠结不已 隔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她还是去了约定地点 不过她并没等到心中的那个男人 起身返回的时候 女主震惊了 日思夜想的男人 原来早有了家人 这天过后花魁女主开始变了 曾经国色天香 现在躲在屋里颓废衰败 很长一段时间不接客了 老保惯着她 今天却是个例外 大商人吉田大人 今晚要光临 指名花魁女主接待 女为悦己者容 女主长到现在 还没有像这样的机会 她不甘心地侍奉着吉田 眼前却出现了赵斯木想的男人 吉田大人接受着眼前的男人 叫半次郎 是一起的商业伙伴 女主和半次郎互不言语 眼神的交流却国外炙热 吉田大人发现端倪 决心找些乐子 于是就当着半次郎的面 开始玩弄女主 男主心中有恨 但介于和吉田老板的生意 只能忍住不发声 女主当着半次郎的面 被糟蹋得干干净净 这次蹂躏之后 女主休息了三天 恢复之后 她仍然不死心 还是去了第一次的小木屋 这次一脸苦逼的半次郎出现了 她递上了修好的发簪 沉默不语 女主招募说 我一己全身的价值 已经明码标价 况且你已经有了女人 半次郎知道这是气话 但也是事实 于是无奈转身离开 突然崩溃的招募 求半次郎不要走 半次郎也显露出真心 回头紧紧地抱住了女主 两个人进屋 招募对半次郎 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母亲被抛弃后日日家暴 所谓的身上开花 不过是红色的烫伤 母亲病死之后 女主被劳保收养 日积月累成了头牌 女主觉得花魁最美的时候 就是游街的时候 那时候万千男人的目光 聚在身上 那是出身低位的游女 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尊严 即便那份尊严很短暂 接着半次郎讲了自己的故事 苦命令人的亲姐姐被逼为娼 自己一生的愿望 就是为心爱的人亲手做和服 然而时代枷锁命不由人 也许有朝一日 可以穿上半次郎做的和服游街 然而另一边 吉田老板不满意半次郎那天的脸色 他一定要半次郎认清自己的身份 于是命令半次郎娶自己的表妹 也就是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女人 更重要的是背叛婚姻 难逃绞杀 半次郎开始解释 说自己有了爱人 况且没有和表妹发生关系 吉田老板毫不理会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 吉田老板起了色心 他隔天就去帮女主招募熟生 还特意告诉他 半次郎马上要娶自己的表妹了 刹那间招募心如死灰 熟生日和半次郎结婚 被安排在同一天 强权对这对苦命的男女 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然而半次郎不信命 他的结婚前夜偷偷找到了招募 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的姐姐 就是被吉田大人糟蹋死了 他一直在找机会报仇 事到如今报仇无望 还是远走高飞吧 第二天结婚宴上 得意忘形的吉田大人 大方地跟半次郎讲真相 原来这次熟生的女人 被买回家 是用来接待大官贵人的 他们不屑于去冤花之地 大人无开心就好 女人的死活他不关心 偷听到真相的女主 忍不住跑了出来 说自己不愿意被属身了 吉田大人却理直气壮地 拿出了卖身器 一字一顿地说 你现在就是我的一件东西 自由就是妄想 说完一巴掌把女主打倒 眼看爱人受苦 自己也憋了半辈子 半次郎终于忍不住 和吉田缠斗了起来 混乱中用簪子捅死了吉田 出了人命 半次郎无奈出逃 在吉原这样的结局数不胜数 也不可避免 很快逮捕令四散而出 招物再次来到出现的小屋 他希望那个男人出现 又期盼他不被发现 最终招物发现了一张字条 约他午夜见面 午夜招物和半次郎重逢 千言万语却说不出口 进入小木屋 半次郎拿出自己 修了半年的和服 说到花销道中 圆你我的梦 最后招物一身盛装 在小木屋门前起舞 没有观众 只有半次郎 两人在想象中没到极致 然而美景终会落幕 最终官府抓了半次郎 斩首示众 招物也被投进了大牢 八斤带来了半次郎的绝笔性 死生相识 落幕无惠 招物抱头痛哭 几天后的招物出狱 回到了山田屋的祭馆 他对姐妹说出意味深长的话 昙花一现 终好过含苞而死 黄昏时分 陪着半次郎一起走了 集园的祭馆 依旧夜夜声歌 又有多少游女 等不到让他绽放的那个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